Hello,这是野莎 我今天准备最后一次再去一趟超市 然后去看一下外面到底是一个啥情况 我已经三四天没出门了 俄罗斯最近已经增加了两千多例的那个病例 俄罗斯应该就是最后一个疫情发展的大国吧 其实这边一开始措施挺好的 就是关闭了所有的海关 就是停现在已经停飞所有的飞机 就是来也不行走也不行 所以说就是一开始的封闭措施做的挺好的 但是他们自己的本国人还是可以回来的 所以就是在前段时间完全禁航之前 从欧洲回来了差不多两万个俄罗斯人 全部都是去旅游的 所以非常非常危险 这些人应该都在医学隔离当中 然后俄罗斯这边的那个疫情数据并不是很明确 他从来没有提起过到底是社区感染 还是旅行回来的这些人当中的这些数据 就是感染的数据 所以一直都挺慌的 在前几天才二十例不到 然后过了几天 像昨天一天就翻了一倍 一下子变成一百人 今天又变成一百多人 所以情况并不是非常乐观 现在大家都在带薪休假当中 就是全国带薪休假一周 然后就在昨天又发了禁令就是 65岁以上的老人就必须待在家里边 然后其他人的话就是尽量避免出门 只能最多遛狗然后去超市这个样子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西方国家 把遛狗当做这么重要的事情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还把遛狗当做一个宽限的一个政策 可能他们这个狗不是很习惯坐马桶吧 好那我们现在出去看一下 路上基本没什么人 俄罗斯人还是好多人都戴了口罩的 比欧洲人的表现好多了 Oops 疫情当下外卖小鸽也开始多了起来 对俄罗斯的外卖小鸽都是骑自行车送外卖的 要么就是步行 这些鸽子都没人喂吃的了 很乌鸽 这里是最繁华的 那我是人流量最多的地方 现在基本上没什么人 部分超市有食物受空的情况 但是总体来说大家还是比较理性 超市也很快就会捕获 其实家里面已经团了挺多东西了 但是还是觉得要再想着周到一点 去面对一切的未知 到目前为止在俄罗斯都没有被歧视什么的 然后戴口罩都还挺随意的 就很正常 因为大家都戴 所以戴了也不会觉得尴尬 就还挺意外的 俄罗斯人非常注意 大部分没戴的人都是没有口罩的 这次疫情当下 很多事情都让我很意外 在我眼里平时固执的俄罗斯人 在疫情面前却让人很意外的比较理性 国家在积极管控 群众也没有出现任何卫生纸和食物 抢购断销的事情发生 在疫情没有发展到俄罗斯的初期 戴着口罩到处走的我 也并没有受到过明显的歧视 在课堂上戴口罩 老师和同学也表示非常理解 分发给身边的俄罗斯人 也都非常的感激地接受 现在在外面70%的人都戴着口罩 庆幸我自己没有选择在其他国家留学 在现在不能回国的当下 至少在这里还是比较安心的 希望俄罗斯疫情就此能控制住 不要再恶化 希望世界平安 Zither Harp 感谢观看